生活就醬,就醬過生活 很感謝這幾天舅舅舅媽的照顧 回想在瑞士短短的三天 剛到的時候可能因為在倫敦被冷到 有點小感冒鼻子塞住 舅媽教我用百靈油滴在熱水裡 先用鼻子吸幾口涼涼的蒸氣 再把水喝進去 整個鼻子都通了 很強 很涼 我這邊都聞到一個薄荷糖的味道 很舒服耶 吸 吸啦幹嘛 繼續吸 這樣才會好 不行,要都流淚了 第二天的晚餐,道地的瑞士菜 第三天的晚餐,烤起司 也有人他完全不弄你,他就 直接起司去烤 然後我先把馬鈴薯先切 那個 一片一片這樣 然後等一下起司過來的時候我就直接浇在上面 等一下再告訴,再告訴你們這個 放進去烤 放進去下車 要一段時間了 沒關係 那這段時間就剛好就 聊天嘛 你們現在看看出來已經烤焦了 有耶,可以這樣 對,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了 好油耶 最後一天早上 舅媽除了幫我們準備早餐 還準備了甜點 提拉米蘇 對,然後要對阿一 第五號 買這堆 跟我們連照片都不用 好 照片都不用 OK 我們剛剛買完那個 Navigo Pass Pass Navigo 周卡 OK好 李安車站這個後車的地方 晚上應該很嚇人 應該會蠻黑的 好 哈囉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巴黎沃吉哈賀 凡爾賽宮伊比斯酒店 就是伊比斯酒店 就是伊比斯系列的 然後我們先介紹環境好了 一進來的正門口 進來就是浴室 其實還蠻大的耶 他就是洗手台嘛 然後吹風機 好像法國吹風機好像都是這樣子 就是地瓜式的 然後也是 伊比斯系列都是這個 就是三合一的 頭髮身體洗手 對 然後馬桶一樣小小的 還有浴缸 然後 這是可以開的 蓮蓬頭 對 窗戶應該是不能開啦 好 浴室還蠻大的 然後呢 進來之後 然後 左手邊有個全身鏡 然後呢 這邊 有一個行李架 這是 我這次 旅行 就是 唯一有行李架的一間旅館 然後這邊有幾個 置物櫃 然後刮衣服的 然後有多付兩個枕頭 這邊還有多一張椅子 然後一個雙人床 應該是 比較小的雙人床 好 然後呢 這邊 其實空間很大 就是可以放兩個行李 應該都沒有什麼過去 那這邊就還有一個椅子 跟一個桌子 然後呢 這邊 窗外 會看到什麼呢 其實也沒有 就是對面的建築 那我們住的這裡是十五區啦 就是 以巴黎的治安來說 是算 天安 治安好的地方 然後 五個晚上 要兩萬一千多塊 所以 一個晚上差不多要四千多塊 那以在巴黎的住宿來講 就是 算很平價的住宿了 然後 大小空間啊 什麼都還算OK 對 那另外是他的插座 床口這邊 這邊的話有一個 然後 這裡 電視下面有一個 對 然後這個桌子這邊 下面還有一個 然後其實門口那邊還有一個 對 應該算是足夠用啦 對 那 房間現在還算亮 晚上就要看看 對 好 那 伊比斯巴黎的 就介紹到這裡囉 四千多塊 三十多塊 五十剛才